就在這一刻 南韓圍棋九段棋手李士時 終於贏了 謝謝 謝謝 聯署Google 阿帕購 三場人際對譯第四局 在近五個小時激戰之後 李士時頒回一局取得首勝 現在李士時所嚇出來的 這一首挖 是讓這個局面 最有變數的一首棋 如果我是阿帕購 這個時候有兩種印法 像是這時候 這一首購下去 李士時基本上已經絕望 台灣專業騎士分析 認為李士時利用前三場比賽 找到阿帕購城市弱點 一舉讓阿帕購潰敗 李士時下的這一步棋 其實是非常的出乎意料 這一步棋他還實戰的下法 他還是認為有79%的勝率 但是後來過棘手的時候 他才發覺他的勝率 怎麼一直往下掉 才導致出現Bug 這場世紀奇戰引發深思 宏羲集集團創辦人師陣容 就指出人類2.0時代即將來臨 人類要學習如何駕馭機器人 結合成一體協同進入新人類文明 其實早在30年 也就是1986年 台灣就舉辦過電腦冠軍 挑戰人腦的人機圍棄大賽 大賽舉辦的第一年 16位元的電腦冠軍 迎戰9歲人類騎手時 電腦輸得一敗土地 後來因為人工智慧 沒重大進展而停辦 但現在有如電影鋼鐵人 利用虛擬管家Jarvis 無所不能的精密預算完成新發明 人類與電腦協力 未來不管是智慧城市 智慧家庭發展無可限量 記者是小配張士奎 台北報導